TVB小声吴卓曦日前传出 与有翻版徐子齐的模特兼公司同事傅佳丽拍拖 传闻又说两人在拍摄新剧冲上云霄二时 吴卓曦频频想向傅佳丽献殷勤 刚刚从内地回港的吴卓曦 5月28日出席活动时立即否认传闻 首先首先我先讲 其实我跟他其实从来没有拍过拖 他不是我女朋友 我也不是他男朋友 其实我看过这个新闻 就是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他有看那个新闻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然后说 他没有说跟我拍拖什么什么 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男孩子 什么东西 都没有说过一句 就是我跟吴卓曦在拍拖 他没有讲过 然后就是我觉得蛮奇怪 就是因为之前他讲完之后 我在大陆拍戏 其实没有没有时间去跟那个媒体 没有时间去跟那个季节 去去去说清楚这个事情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是事实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挺搞笑的 而谈对象对方献殷勤的问题 吴卓曦表示因为傅佳丽是一个新人 很多拍戏的事情对方不太懂 因此除了自己以外 还有很多人都对傅佳丽很好 吴卓曦又托胡杏儿下水 表示在片场自己对胡杏儿也很好 但是就没人写他们有暧昧 不只我叫他 还有吴卓曦啊 还有张静宁啊 他们都有跟他说一些工作一些事情 都不只是我的 为什么还要传我 因为吴卓曦结婚了吗 我没结婚 所以应该传我吧 所以我觉得不只事实那些东西 所以我回应 回应一切就够了 因为我觉得是无众生有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蛮奇怪 虽然傅佳丽的确没什么拍戏的经验 但是他在回应与吴卓曦绯闻时 表现得磨灵两可 就反而让他的剑爆率狂深 加上不知道是不是与前女友张欣允的地下情 最后竟然被劈腿告终 吴卓曦表示现在不谈感情专心工作 现在的我其实没有想过去 谁比较适合自己啊 谁跟我配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工作 我整个年龄去工作啊 赚钱比较比较低位吧 现在不讲爱情 讲工作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